阿虹飛機被媽媽發現了怎麼辦 哇嗚 那你就順水推走 就說這是爸爸的 Let's go 沒有啊 我會直接害你被打 就說你就跟媽媽講說 這是成長的必經路程 誰沒有年輕過這樣子 就直接敞開心胸跟媽媽聊天 也是一個不錯的想法對不對 不然如果說這個情況應該分兩種 一種就是媽媽沒有看過飛機杯 這個比較好處理 那如果媽媽看過飛機杯是什麼東西的話 這個就比較難對付 那如果媽媽沒有看過飛機杯 你就跟他講說 這是我的 我的喝水的水壺啦 你看可以倒水進去喔 而且裡面還保溫 而且有些還會震動的 就是手搖飲料 手搖飲料杯 現在科技比較發達啦這樣 嘿 那這樣你媽媽就會相信你了 就說喔 喔 對多喝水健康 沒事多喝水 然後 你們就會 一起大笑 結束這回合 那如果說他是看過飛機杯的人 就只好 把他 說那是爸爸的 然後 若無其事的當作父親節禮物送掉這樣子 好 這個 一個氣化完美吧 我教你們怎麼做的 接下來就是 看各位的小智慧囉 我都說是鼻桶 對啊大家其實可以 集思廣義啊 那個 手搖杯只是其中一個選項 主要還是看你們家比較有機會出現什麼 像有人現在就是鼻桶 就比較文青的一個觀眾 那我自己就是手搖杯 因為 就比較想要喝水 呵呵 我就喜歡水製品 沒有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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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